欢迎来到风华绝代 表示朱丽静走得平静 希望外界体量多给空间 并将公布追溯会讯息 朱丽静努力抗矮 2021年10月23日登上台南将军后音乐节的舞台 带来多首动人好听的音乐 不料成了她在舞台上的最后身影 突如其来的噩耗震撼演艺界 圈内好友纷纷发生悼念 内容说的都是她生前男举 亲和有礼的模样 她出道13年期间几乎零负评 去年外出用餐精玉被降之从头零下的意外事件时 第一时间也完全没有生气 反而还站在对方立场设想 甚至还想给予安慰 私下脾气相当好 当时更令不少粉丝相当心疼 电源当下没有多说话 只把她带到洗手间简单擦拭 之后就改由主管来处理后续 她还心想闯祸的电源肯定吓坏了 才会连慌张道歉之类的反射动作都没有 还担心对方会不会被骂得很惨 打算离开前要去安慰对方 说声你要加油 让她知道自己并没有生气 回到家把自己整理干净后 朱莉竟忍不住透过脸书发文 想要对那位实习电源说些话 但她强调淡污没有被影响了心情 只是替那位无缘的实习生可惜 她温和表示 也许这份工作是不得不做的 或是认为自己不该被指责 但除了应该交差的那些 人和人的相互之间远远细腻得多 希望电源从这次不顺心的时钟 可以学到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也多站在别人的立场想一想 事实上 朱莉竟母亲多年前 罹患神经内分泌癌病逝 她曾透露 母亲很养生且注意饮食 离癌短短三个月 都来不及交代研究过时 认为对方好像在教她 人生只有一次 要好好珍惜 朱莉竟昔日得知罹患乳癌时 生起危机一时 频频思考我的狗该怎么办 如果要给别人养怎么办 银行账户密码要告诉我家的谁 于是她做好相关准备 包含传简讯告知子子自己的银行密码 和家中钥匙等 朱莉竟表示 没有利益主 因为没有家财万贯到需要分配 朱莉竟最庆幸自己是单身 没有家庭 没有小孩 没有什么人或生命 会因为我这个人消失 会有很极客的危险 而父亲还有其他家人能照顾 她可以放心一些 当时朱莉竟想做好专辑 音乐是她精神动力来源 渴望将自己的作品留下来 例如几首歌 最后的声音 想要讲的话 如果做完就没有太大的遗憾 让人看了十分不舍 据悉 朱莉竟检查出乳癌前 与交往12年的男友分手 她曾说不然就一个人好了 如今突如其来的离世 让人不胜唏嘘 朱莉竟而009年在歌唱选秀节目 《超级偶像3》总冠军出道 唱红并唱红不少偶像剧主题曲 2020年诊断出罹患乳癌 一直到隔年1月接受访问才公开此事 当时她透露正在积极治疗中 2021年初克服癌症成功 时隔6年发行新专辑来日方长 她在记者会坦言 2020年因身体不适接受健康检查 发现罹患乳癌 她在治疗期间强忍身体疼痛录音 并乐观表示 其他的梦想 不管时间长短 我最喜欢的就是可以透过音乐的方式 想要留一些好的影响给这世界和社会 朱莉竟当时分享 专辑取名来日方长 就是贴近她生病后的体悟 录音时常哭到不行 当时间是有压力 就觉得什么都要失去 来日方长是对于自己的期待 希望不要让时间受限制 人都有那么一天会离开地球 心态上不要限制自己 不然觉得时时离开 会很惊慌 朱莉竟尔2021年10月出席乳癌防治活动 还自称是负面胶财因 投入工作忘记健康 透露自己每个月都会定期回诊 也持续服用中药和标靶药物治疗 10月后 朱莉竟就没有再公开露面 脸书粉丝团几乎都是由小编带为发文 直到22年1月 她才发文祝大家新年快乐 感谢大家以各种形式跟我分享的爱 未来只会更好 我相信着 相信这个宇宙 相信着大家 也相信我自己 一切都是活的 有选择的 只要一起努力 都会好的 新年快乐 各位勾追儿 很想念你们 3月时朱新怡积极抗癌 在脸书分享过程 当时朱莉竟 当时朱莉竟曾留言帮她打气一起加油 朱莉竟最后一则脸书贴文停留在今年4月 宣导世界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日 也呼吁大家实时关心自己及身边亲友的身体状况 不要错过任何身体释放出的警讯 说一次对话是停在自己看到对方发掉点滴罩时 亲口替她加油打气 而朱莉竟则会惊解我好想你 让丽精现在回想起来仍觉得心酸 丽精透露朱莉竟刚开始比赛时还稍有羞涩 后来表现越来越亮眼 变得更有自信银很开朗 还会跟在她身后撒娇 相当讨喜 也对朱莉竟的歌唱实力给予肯定 那一届完全没有悬念 她就是冠军 谈起朱莉竟爱情长跑12多年的前任 丽精坦言比赛时没有听她特别说 大家也不会多过问她的感情生活 朱莉竟检查出乳爱浅 与交往12年的男友分手 她当时心情低落 想说不然就一个人好了 反正人走了也是一个人面对 她也曾表示 家族没有相关病史 不解为何会立爱 但遇到也只能接受事实 谈到分手细节 朱莉竟表示 我的心情上算是觉得很突然的 她并不是久病死亡 是突然暴毙 由于新歌嘴音歌词讲述抓包出轨过程 问及是否是亲身经历 有第三者介入 她瞬间语塞 沉默了许久 在一阵干笑 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挣扎许久才应急出 就是很突然了 奇妙的反应似乎形同默认 后又称两人是理念不合分手 当时她透露分手后有长达七 八个月的时间情绪崩溃 花了一年多才走出情商 朱莉竟说 会很责怪自己 我怎么把日子过成这样 你工作做了十几年 会有成绩收获 养小狗 小孩 也会看到他们的成长改变 但是我花那么长跟一个人在一起 到最后我有什么东西 当下觉得好像失去了一个东西 没有其他的获得 那段期间 她不断思考着 早知道是不是不要花那么多时间跟一个人相处 应该更丰富自己人生 多交一点朋友 因为现在还不就是一个人 至于会否埋怨对方 朱莉竟则说 情绪还是会有 可是感情是要两个人同意才能在一起 所以如果今天事情变成这样 也不能说自己完全没有责任 我没有觉得今天大家买卖不成就要撕破脸 她透露交往十二年来 两人从来没有讨论过结婚话题 当你每天在工作上如火如荼 你会觉得自己永远年轻 不会想到那快 问及分手后就爱有无传讯关心她身体状况 她低调说 现在就是一般朋友的互动 当时朱莉竟病况稳定 外形状态也量力如稀 谈及身边有五星对象出现 她笑说 现在重点没有放在那 都要顾身体 对于结婚生子 她也不期不待 不需要期待 也不需要规划 现在对我来说 这种长时间的规划 承诺 不会在我主动追求的名单里 如果老天愿意再拉一天送给我 他送我的时候再来考虑 我这身体能用到哪天都不是很清楚了 除了要对自己负责任 也要对别人负责 在朱莉竞病逝消息曝光后 过去超级偶像的昔日战友也悲痛发生 包括蔡昌县难过痛哭 她表示脑海都是她生前最美的笑容 替大家注想关心的模样 怎么也忘不了 你一定是最美的天使 我们会一直想着你 朱莉竞家人发文 总是开怀大笑 用音乐带给大家满满正能量的朱莉竞MIO 几经在7月3日平静地离开了我们 对于工作 对于生活 她始终非常努力 她得开 家人们都还在悲伤的情绪中 也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恳求媒体记者能给家人们再多一点空间和时间 知道大家一定有很多话想跟MIO说 我们会再公布追思会的详细资讯 恳请大家体谅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